重回火災现场冷气已经被烧的面目全非 底下的微波炉也好不到哪里去 焦黑一片 火焰高温把冰箱门烧到凹了一大块 小家庭式的出租格局 疑似的起火地点 就在像厨房的空间 电器摆放的位置集中在右手边 专业的水电人员推测 有可能是这一区只有一个插座 超过负载才会起火 会产生热能的高功率 家用电器像吹风机 热水瓶 微波炉烤箱等等 都建议用专用的回路插座 避免使用延长线 因为一不小心很容易超过负载 那接头越多也是越多的危险点 电线没有顺好或是交叉产绕 外表看起来没有异状 但内部的电线折在一起增加电阻 发热电器持续运作温度升高 外层的绝缘焦膜就会慢慢融化 消防局提醒不管是电器还是延长线 切记都要选拥有国家合格标章 至于这起火灾发生的原因 火雕科已经着手调查 正在进一步理清 华氏新闻李明镜黄埔华 侯正伦台北报导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